哈囉玩車朋友 那個阿伯的DEO終於訊好武統遊囉 然後今天跟潘大約要去解封 潘大約要先檢查 用Deed的摩承跟鋼壓的改變 然後再去做現況的調整 那我相信DEO的調整可能 不會是這一次就可以搞定 因為我之前玩的今年可能會需要第二次 更細膩的調整 希望沒有啊 希望一次就可以好了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拍50-5的時候 跟這次調整完之後 我會再把兩個去加速的影片放在一起 雖然我的設定是買菜 不是最快的設定 因為我的鋼壓才設定才9而已 每天都要載女兒上課 所以我希望我的設定是穩定 然後我可以騎長城 大概就是這樣 在這樣的條件下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讓大家再看一下 然後潘大快來了 我要準備出發囉 就這樣掰掰 我現在去我的車了喔 好 阿今天要做什麼要做什麼 今天我們的項目要做 我們先檢查車子的鋼壓 是否有改變 再來我們會把鋼蓋給拆開來 看一下燃燒的狀況 跟鋼壁 它附著油體 那個東西的感覺 然後再來調整傳動 然後今天阿伯要換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日本空律 很貴 很貴 超貴的 貴貴的東西 為什麼會換日本空律 其實當然除了它的外型之外 還有它的內容機 它其實它的用意 跟我們汽車的改裝的機器箱 有點類似 就是能夠吸附比較多的空氣的量 然後到化油器裡面去 造成引擎的推力更大 好吧 反正我是為人外型 呵呵呵 對啊 OK 那鐵火是不是也要騙 鐵火我們先看 先看燃燒狀況 然後我們再來看說 鐵火的那個角度 跟時間是否需要來做感覺 可以阿 燒得蠻乾淨的 我覺得好像很漂亮 燒得蠻乾淨的 啊 對不對 嗯 燒得蠻乾淨的 OK 它現在有偏擺嗎 其實 轉速車都會偏擺 好 所以你上次有講嗎 對 轉速車其實都會接近 我們的皮膚色 嗯 所以這樣是很正常的 這樣我們鐵火還會在動嗎 暫時先不要 暫時先不要 但是到最後啦 我會先把我們今天要做的東西 檢查項目 嗯 調整項目都做完 試完車以後 我們再來看車子的燃燒 跟反應 我們再來 考慮說 點火是不是要來做改變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 去移動電盤 要去改變點火時間 其實為了增加它的燃燒效率 嗯 有些車 我們用原廠設定來點火 火星塞會比較黑 那就代表油氣過濃 對 而有些車友會遇到說 好我現在油氣過濃 我降油嘴 但是會發生 有暴震的情況 嗯 我現在 比方講我設定的油嘴是40 嗯 一二五 嗯 好我現在油 油氣過濃 好我退下來 各退一號 三八 一三八 結果我車子會暴震 對 對那 變成說 哦我在40 一二五的時候 我的油氣過濃 那我可能需要靠 點火提早 提早 哦 來讓那個 遊戲能夠燃燒的完全 點火是一個輔助的東西 哦哦 對啊 所以我們會來觀察說 車子改裝後 我們適不適合 來做 提早點火這個動作 哦 OK 來測量鋼壓 看是不是有改變 哦有有沒有 改變了有沒有 接近快大概 超過九點五 大概九點八 九點七左右 哦哦哦哦哦哦 對 好 可是是我們要的十以內有沒有 對十以內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生年飯 有沒有 因為我們上次有講過 電片我們用新的 對 擠壓一陣子以後 它一定會變薄 對 對 它少個 三十條至五十條左右 哦哦 對 那所以 現在氣缸壓力改變 是正常的 但是還是在我們所要的範圍內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 對 我們現在要把鋼蓋打開 看燃燒的狀況 好興奮哦 好像拆禮物 你看 我們的鋼蓋 其實它燃燒的 狀況還OK 有些鋼蓋拆下來哦 你會發覺 它後面是白的 完全沒有燃燒到的狀況 只有前面 焦黑 所以這種焦黑其實是正常的 焦黑是正常的 這樣子一定正常的 但是我們要的是它的平均分布 這樣子我不知道 拍起來的感覺 但是活塞燒起來的感覺 很不錯 因為它分布的很平均 它分布的其實很平均 你說那個黑的程度 對黑的程度 那因為說 我們並不是說在 騎乘完以後 馬上拆 我們剛剛從家裡面 然後載上來 哦 所以它感覺起來 還會有點濕濕的 這樣其實正常 哦 對 但以它這樣子的感覺 起來看 如果說在我們 正常的工作溫度下 行駛完以後 停下來 我們拆起來看 活塞它燃燒的狀況 其實是會很漂亮 一般帶你幹嘛鬆排氣管 哦 這個是一個小動作 現在檢查的時候 拆缸蓋 我們要重新再鎖回去的時候 我們必須把排氣管鬆掉 不要讓氣缸 被排氣管的力量給拉住 不然這樣氣缸你不會置中 所以 可能刷具會有 狂的情況出現 哦 它會拉它 對 所以我們必須讓排氣管 都是鬆的狀態之下 再把鋼蓋給鎖回去 我鋼蓋鎖完之後再鎖在氣缸嗎 對 鋼蓋鎖完再鎖排氣缸 拆過氣缸 再重新鎖完鋼蓋以後 第一次鎖緊 我們都大概就是一樣 一支煙的時間 對 等待大家一支煙的時間 回來我們再鎖上一次 然後再把排氣管鎖起來 對 再把排氣管給鎖上去 好 好 再來我們看傳動 傳動很刺激 好刺激耶 傳動很刺激 不然這樣 好 開 好 日本的 日本的 這是什麼車的啊 AF25 它的型號是AF25 而且為什麼要換這個 因為它的內容距比較大 那為什麼內容距比較大 剛好我們這邊有 阿伯原本吃的馬鈴鐺 兩顆我們現在拆開來 好 就知道 好像公司的功率 空氣 它那個空氣裡面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加上我們說的 蝸牛蓋就是這個 這個 對 所以它真正裡面 空氣儲存的量 只有這個 海綿這個部分 所以跟日本空氣比較起來 就會有差 日本空氣足足大很多 加上外蓋的設計 所以日本空氣的空氣量的儲存量 就比我們台灣的大很多 然後包含 進氣的時間 我們所謂進氣的時間 就是這個進的口 這個位置 對 當我們把這條 軟管拿掉以後 空氣不用再經過這條導管 再吸附到化學器 我們直接把管拿掉 空氣直接進來 進來了以後 化學器會直接吸附 對 然後平常在怠速什麼 空氣會儲存在中間這個 量裡面 要加工是不是 對我現在來修改 好再來我們修改它的 後面這個部分 這個要修 對這個洞 我們要挖大 因為我們要配合 PWK28所用的 空氯的軟管 欸這我之前有換過 上一集有換 不一樣的 對不一樣的這個 比較粗比較大 那因為它的內容機 可以讓我們換更粗的管子 所以我們就換這條 空氯軟管 好 這樣這樣有沒有 盡量讓它能夠一體的 盡量讓它很直接的進氣 好 欸海綿怎麼辦 這個裡面要去買車 有 其實海綿齁 一般 就是找那種高流量的海綿 那什麼高流量的海綿 海綿 其實像 水族館裡面 它在過濾水的那種白色的海綿 那個就是了 那個就可以了 給魚用的那種 對對對那個就可以了 好好好 大致上 修改好的空力就是像這樣 盡量順暢 盡量的順暢 好好好 然後 開始修 對 原本的形狀 那我們就這樣子 按照它的形狀上去修 撿一塊下來其實就好了 好好好 然後再 裝 原本的洞 喔喔喔 教練完成了 還要調整什麼 要要要要 傳動要調整 不行是不是 對 重量不行 這兩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低速這個地方跟這邊 要換種鼠這個地方 很明顯 它是有點被吃掉 所以你的皮帶會 掉下去 再上來 對 所以會有個 喔喔喔喔 這樣的感覺 對啊 因為這邊的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火星塞燃燒的狀況 看油夠不夠 油嘴喔 可能高速又要來補一些 喔喔 對 因為空氣量改變了 喔喔 高速的油會不太夠 會寫在上面 對會寫在上面 喔喔 喔 125 所以我們在調整的時候 我會把它放到最大 所以我們在調整的時候 我會把它放到最大 沒有沒關係啊 在降 對在降 我們才知道說 那個範圍在哪裡 我們才會知道它的範圍在哪裡 好 喔 現在是多大 嗯 現在多大 我們現在在試152 152 152 對 現在是152 那我們就要退了 挪了嗎 對 那我們退 不能退低於145 因為145的時候它不會挪夠 所以就剛好是在145 或者152 這中間那兩三隻 所以我們現在在 這樣挪的狀況 我們退到148 可能就會剛剛好 這樣 一定要這樣調油嘴 這樣才會安全 車子才不會壞 OK OK 那個東西還沒到貨 那所以說皮帶 我們等到貨的時候 再來說更換 我們要換那個日本的板東 喔 那它跟原廠的皮帶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於它的材質 材質上 它的 我們用的 我們所謂那個是綠標 然後 今天是 第2次調車 對 第2次調車 我們要把皮帶給更換掉了 上次是皮帶沒有來嗎 對上次皮帶沒有來 現在 皮帶都嚴重缺貨 那你現在才化油氣 對化油氣 因為我們發覺低速的油嘴 還是稍微有點過濃 所以我們要再降下來一號 現在是 42 145 我們要把低速降成40 這種車其實是不是調整 其實 一次都不會好對不對 起碼好像一兩次 兩次左右 正常來講 我們車子不會一次就好 有的可能會到 兩次是三次啦 其實就讓我說的 動態它會改變 對對對 我們當下剛煮好的時候 喔我們車騎啊 都很輕快很衝啊怎麼樣 但是你騎了一陣子以後 氣缸的壓力 對啊 活塞環的那個磨合 傳動的磨合 然後都會影響到我們的油嘴 然後包含空力的改變 進氣量的改變 這些都會去影響到我們的 車子整個的那個動態 其實真的 我這樣都要到全穩定 大概到什麼 還要再多一次 可能下次還要再一次 因為我們今天要換新的皮帶 新的皮帶 我們還是要讓它經過磨合 磨合完以後 我們要再來看一次 傳動的表現 所以可能還要再一次 對 空力裝回去以後 我們把皮帶換好 然後來試車 為什麼我們改裝車 其實要用改裝比較好的皮帶 是因為結構上 皮帶本身結構上的問題 原廠的皮帶 其實我們會做一個測試 說這條皮帶還能不能用 一般我們看不出來 我們看到皮帶好厚 也沒有裂痕啊 那時候我們會把皮帶 擠壓到開閉盤的最裡面 看喔 皮帶已經被開閉盤給夾住了 那我們會翻過來看 喔 皮帶已經吃到最裡面去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兩側 它並沒有辦法完全的附著在盤面上面 它等於說只有吃到一半 有一半皮帶的這個頂點 是空的 就是這個面那邊下面 對對對那邊是空的 沒有咬上去 對所以它這樣的附著力 跟它的咬合度就會差很多 帶出來的速度也會有差 那是磨損掉了嗎 對還有結構 原廠的皮帶太軟 然後它會擠壓 會變形太軟了 現在換什麼 我們現在換一樣是板東的 但是這個不一樣 這是日本進口的 我們都叫它綠標 這個 對我們都叫它綠標 它的結構性 就比原廠的強度還要再強 所以規格一樣 對它的寬度 跟強度都是一模一樣的 它沒有說加長 或是加寬都沒有 現在一條新的皮帶的結構 為什麼說它比較強 光這個面就沒有變形 光這個面就差很多 剛擠上去就有點變形 然後再來看它的接著面 有沒有 我看到它一直咬住 它邊一直咬住 對都會咬住 都會咬住 對所以這就不一樣 這個就差會差很多 所以我們桌子是試完之後 我來講 對試完之後 我看到就很平均 我們要的那個東西就出來了 從低速到高速 那個紋路都很漂亮 它不會說有 我不要講 我們人在六七十五六十的時候 中間會有一段比較黑 它就是很平順的一直去 退檔下來也是一樣 低速高速低速高速 是它在動嗎 豬子就不用動它了 就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要在磨合皮帶 皮帶磨合一陣子 再來看豬子的輕重 OK 謝謝 謝謝